來到北市府前面的市民廣場 怎麼能不焊背後的101合影 只是拍沒幾分鐘 民眾就汗如雨下 不只綠地少 腳下廣場路面都是硬撲面 民眾站在太陽下 沒幾分鐘就能感受地面熱氣 直衝而來 我們現在人站在市民廣場 目前市外的溫度是31.5度 但是我們蹲下來 實際測量地面溫度高達47度 這原因讓北市副市長李四川 決定斥資4.5億 重新打造4.2公頃的市民廣場 規劃在2025年開始 拆除部分地面構造物 和填平下凹地形與梳枕橋木 改造後管制區面積 將從1.7公頃提升至2.3公頃 容量人數還可增加1.7萬人 達到綠化和降溫效果 市民廣場對北市府的重要性 不言可遇 每年舉辦22場活動 路跑和跨年晚會都辦在這裡 但改造前四周道路要先整建 包括封閉新仁愛路 松壽路 松高路 則會拓寬 市府路如何進行 還在討論 近30年歷史的北市廣場 將改頭換面 浩大工程 帶來的交通問題 將是北市首要難題 TVBS新聞年幼省李宗澤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